很多朋友们做面包没有厨师机 选合法呢又很花费时间 怎么办呢 那今天我就教你们做手揉版 也很柔软的网红散香小面包 非常的香 首先呢这一款面包会用到汤种 那我们先来做汤种 先将水好倒入到这个小锅子中 然后让高筋面粉过筛一下 不过筛的话就容易打结 接着呢就将它搅拌均匀 好有一个像那种汤汤的那种质地 看不见面粉为止 现在呢就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因为它会形成一个糊状 不然的话你不搅拌就会容易糊底 好我们将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呢 汤种加热至65度 赶紧关火 65度就可以了 好在离火的时候还要继续搅拌一下 不然它底部会还有温度 会很容易糊底 好接着就将它放凉 在手揉之前呢 我们需要将一体的材料 然后全部将它搅拌均匀 好牛奶需要将它回一个温 大概回温到35度左右 好我们倒在碗里面 然后把酵母加进去 先将它进行一个溶解 不然我们一会儿揉的时候特别不好揉 酵母全部搅拌融化后呢 我们就加入糖 好还有蛋液 好将它们混合均匀 现在就将材料啊倒进去 高筋面粉 低筋面粉 还有我们刚刚的所有的液体啊 倒进去 然后再把汤种啊撑取40克出来 接着我们用搅拌棒先稍微混合一下 因为这样好手揉 不然水沾在手上太多的话 就是不好揉 到处粘的时候 好现在呢就来放手揉面 先让它揉成团 好我们揉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像搓衣服一样啊 左边把我们的面团按住 好右边就是用手往外推 然后再收回来 好就这样慢慢搓 我们搓揉至 像这样就是比较硬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摔它啊 给大家说我 左边都收拾了是不是的 好像那样摔 突然发现冬天挺适合这一项运动的 因为揉起暖和 好现在我们的面团就揉的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光滑 在我们像这样往里折的时候呢 它的周围就没有这样的裂痕啊 就没有像这样就是撕开的这样裂痕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非常的光滑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起磨的程度 好这个时候有后磨就加黄油和盐 先把它摊开 稍微拉一下 加盐 还有黄油 黄油一定要软化 看 非常的软 这样就会很快的吸收到面团里面去 现在呢我们揉着的时候 就是看着比较烂烂的这种 好有那种 呃面筋的一个网状形状 好这个说没关系 我们多揉几下呢 它就比较光滑了 揉到现在这个样子 就可能大概不知道看不看出来 它有那种有点皱皱的 然后感觉里面有空洞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黄油已经被面团吸收了 但是它没有分布的特别的均匀 好但是现在面团就比较 看很柔软的 好我们就再多揉几次就差不多了 好现在我们检验一下 看就是我们慢慢的拉 可以拉出这样薄薄的手套膜 没有很清楚的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揉几次 然后将它表面揉光滑 就差不多了 好这个时候将它松弛五分钟 现在呢就将面团分割 好分割成65克一个 分割好后就将它稍微团圆一下 不需要收得太紧啊底部 好因为我们没有做一发 好稍微团圆 然后它面团是这样软软的就可以了 看我们将它团圆好就比较软 然后就继续将它松弛 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 松弛好后就来擀面团啊 然后在底部撒一些防粘的一个高筋面粉 取一个面 先擀成这样的长条 如果旁边有这种气泡 可以这样按压将它排出 好翻过来 好我们从顶部开始折 边折的话我们边往中间收一下 好边边一定要收紧啊 好这样一个橄榄状 就做好了底部一定要朝下啊 全部整形好后呢 我们就放进发酵箱里面进行发酵啊 好温度呢38度 湿度呢75度 然后时间我们大概35到45分钟啊 在面团发酵期间 我们来进行准备蒜蓉酱 先将大蒜 然后将它切成很细很细的一个状态啊 大蒜切好后呢就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来打发黄油 黄油一定是提前软化好的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状态 好然后稍微先将它叼打顺滑 接着加入盐啊 然后打发 先打至顺滑并且体积膨胀 而且变得发白了 好接着我们就将切好的大蒜加进去 加进去后呢就将它拌匀 然后最后加入欧芹碎啊 拌好后呢就装进裱花袋里 一会儿好方便挤 面团发酵好后呢 我已经转移到烤盘上了 然后我们烤箱已经提前预热好了 180度上下火 接着在表皮刷上蛋液 刷好后呢就用割包刀将中间画一条口子 稍微深一点点 然后挤上我们的蒜香价 挤好后呢就放烤箱里面 然后时间呢设置18分钟左右 根据它的一个上色状况来判定 时间到了 蒜香面包就烤好了 然后稍微摔一下 它放凉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组织 我们掰开来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香 这个蒜香味道浓郁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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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